这个皇帝我坚决不当了 干得太郁闷了 就在公元711年的4月份这一天 唐瑞宗李旦突然召集三平以上的所有大臣 专门跟大家讲 他说我这个人呢 一直是比较性格甜淡的 当这皇帝呀 对我来说也没有吸引力 我现在做出一个决定啊 我打算把我的位置 今天就传给太子李隆基 你们看有什么意见呢 说完这番话之后 整个大殿之中哑雀无声 谁也不敢轻易接话呀 这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皇帝突然不干了呢 在这种情况下 太子李隆基这边马上就先表态了 当然了他自己不方便出面 专门安排太子宫的左庶子李景博 跟皇帝讲了 这个时机还不到 太子呢还需要继续锻炼 朝政啊还是由您来把持 所以呀坚持不受 你看这是李隆基的态度 另外一方面 太平公主是什么态度啊 他虽然远在浦州 但是啊信息很快就传到他这边了 他立刻安排手下人 也就是殿中事与使 叫做何鹏瑶 代表他发表意见了 这个时候正是春秋盛年呢 同时您在朝廷当中 在百姓当中也享有崇高的威望啊 而且周围这些突厥土拨 包括各个少数民族政权 也同时非常信任您 在这种情况下 是四海景仰啊 你突然退位 引起朝廷动荡怎么办呢 您的一己一动可涉及到江山设计的稳定 千万不要轻易调整啊 这番话讲完之后 又把李旦给弄犹豫了 他为什么要退位啊 好好的皇帝为什么不当了呢 就是因为李隆基和太平公主斗得比较厉害 他自己呢 又经常没有权利 他在中间受假板计 非常的不得意嘛 其实就在不到两个月之前 有个从八品的小吏 参军叫做柳泽 专门给他上了一道书 这个书当中写的什么呢 他说陛下 您之前任用姚宠和宋景的时候 治理的多好啊 本来把之前那些买官欲决的协封官 都给撤掉了 后来呢 您又轻信谗言 说这些官啊 都是你哥哥李贤疯的 不能轻易撤 又把他们给拿回来了 但是啊 这些官员跟李贤有什么关系啊 他当时签字的时候 安乐公主是把这个人民扣上 让他签字的 他根本就不知道是谁 你把这些人撤了 才赢得了天下人心的 你现在把这帮人恢复职位了 给朝廷带来多大的财政负担 老百姓有多大的怨言 而且您的威望在官员当中是不断降低呀 通篇的字里行间透露的意思就是你这个皇帝啊 当的窝囊 而且啊 也没什么能力 看到这之后 李旦虽然没有表态 但是他非常的郁闷呢 上上下下都不得意我 我干这个皇帝干什么呀 所以在四月份的时候 他才召集整个三篇以上大员 明确的讲 我不干了 我交给你李隆基还不行吗 你们自己逗 但是李隆基敢接吗 他非常的紧张啊 如果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我强行接了这个烫手的山芋 太平公主更会集中炮火来打击我了 我现在成为众矢之地呀 这个皇位我虽然非常渴求啊 但是我现在绝对不能接 而太平公主这边 为什么要百般阻拦呢 很简单的 我哥在的时候我能控制 一旦传给李三郎 我怎么容易控制他呢 所以呀 他这边也坚决反对 双方一起反对的情况下 李诞又没法轻易做决定了 但是啊 李诞的意象已经非常清楚了 虽然皇位我不传给太子 但是太子的权力我要继续扩大 以前六平以下官员 由太子任命 现在我升一格 五平以下都由太子来管理 其他的重要事项也逐步的向太子过渡 我也不想掌控乾坤了 我也不想再活五百年了 我消消停停退位不行吗 咱们可以看一看啊 李诞的心态是在雄心勃勃和心灰意冷之间 反复的拉锯啊 表面上看太子李隆基获得更大权力了 但是心里也非常紧张啊 他权力增大一分 来自太平公主这边的反作应力就增加一分呢 怎么办呢 我要化解这个婴力 化解婴力的很好办法 就是主动的向太平公主示好 向他父亲表示 你看看我们之间是非常友好的 您哪别过分的盯紧我 这种情况下 他主动上奏 说你看看 我也想念我姑姑 您也想念我姑姑 这样一来呢 就应该把太平公主啊 从浦州接回来 回到长安城 您兄妹之间呢 也可以经常见见面 这个意见瑞宗李旦顺水推舟 可以吗 没问题啊 这样呢 太平公主顺理成章的 又回到了长安城 回到了权力中心 他们两个围绕权力继续斗争 但是瑞宗李旦 早就没有这个心了 我年纪大了干什么呀 还是关照一下其他子女吧 瑞宗李旦 正式下旨 给他的两个女儿啊 再各修一个道观 原来的西城公主 改名叫金仙公主 原来的龙昌公主 改成玉真公主 两个人各有一个道观 这两个道观 可不是修在城郊 或者中南山的避暑别墅啊 他正好修在辅兴坊 这是非常繁华的地方啊 这样繁华的地方 要扩建道观 您想想 要占了多少人的房屋啊 而且要征用成千上万的工匠啊 这个工程 很多大臣都反对 但是当时的殿中间 斗怀镇是坚决支持皇帝李旦呢 他说陛下 您给两个公主 不过是修两个道观 就有这么多大臣上来挑词 这都不是针对道观 针对您呢 这个斗怀镇是谁的人呢 就是太平公主的人 这个斗怀镇呢 人品特别差 朝廷上下都知道 当年呢 他为了巴结为皇后和中宗李显 专门娶了为皇后的奶妈当老婆 把这个老太太呀 天天供在家里 还四处跟人显摆 说我是皇后阿哲 什么是阿哲呀 就是阿爹的意思嘛 你不过是娶了皇后的一个奶妈 就敢说是皇后的弟 这都不要脸到什么程度了 这还不算啊 为皇后后来一倒台的时候 他第一个跳出来 马上把这个老奶妈给杀掉了 你看看 我替国家除害 这个人就是回皇后的奶妈 我坚决大意灭亲 给他杀掉了 你看看就这样的人居然还被留下了 继续在朝廷为官 当宰相了 谁不骂他呀 但他不在乎啊 我只要有太平公主保着我 这就没有问题了 天天上完班之后 就向太平公主去汇报啊 今天发生什么事啊 玉珍观的进展如何呀 就这么一个主 你想想多让人讨厌呢 但是因为他给李旦干事了 李旦呢也没把他怎么样 这种情况下李隆基也管不了啊 所以啊 这些人就开始为所欲为 朝廷上下弄得乌烟瘴气呀 但是这一宗李旦他老人家在干什么呢 就在八月十三号这一天呢 李旦突然发现一个现象 什么情况呢 他曾祖父李渊 亲手种植的一棵柿子树 居然死了多年之后 开花了 又开始结果了 他就非常的高兴啊 这就是吉兆啊 我打唐王朝要迎来新的兴盛了 可兴盛搁哪呢 别着急嘛 总会来的 我看到预兆这就很好 怎么办呢 开始正式下诏书 打赦天下 朝廷上下 只要不是穷凶极恶的罪犯 都给我赦免了 我不抓他们了 你看看 李旦在干这些事啊 但是李旦毕竟是皇帝呀 他也不能总当缩头乌龟呀 手下这些宰相 彼此之间互相争斗 他看着也心烦的 突然在年底的时候 把所有的宰相都召集过来了 明确的跟大家讲 我看呐 现在朝廷上下 刚激紊乱 水灾呀 地震呀 包括其他的各种灾害 频繁的发生 而且恢复协封官以后 朝廷上下多了这么多的官员 国库都开始枯竭了 我也反思了一下 我谈不上是个好皇帝 但是你们这般人辅佐的就好吗 我认为你们辅佐出了重大问题 所以呀 今天跟你们都撤职 都给我回家去 我重新再选一批宰相 这个命令下去之后 朝廷上下是突然间震动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